面对大陆官方紧缩来台观光旅游的人数 造成观光业绩平均下滑至少四成的情况 让不少观光景点附近的餐厅业者叫苦连天 面对一时无法解套 就纷纷地把怒气转向蔡英文政府 大大的停车场里只剩三四辆路客游览车 加以阿里山的出口是路客游览车必停的地方 但现在却是冷冷清清 一边的摊贩货品堆得满满满 但是上门的客人却没几人 一边才感觉超级一半 感觉是一半 年路客来到这里必走的天长地久吊桥 以往上面挤的都是人要错身都困难 但现在爱怎么站怎么摆pose拍照都不会爱到别人 而路客用餐的餐厅也是空桌一大堆 今年路客量少太多让业者好担忧 以前在我们餐厅这个用餐的时间 大部分路客进来都是排队的状况 但是在今年游客就差很多 路客锐检同样很有感的还有墾丁地区 现在大概就是三分之二吧 大概本来有10%来讲的话只剩2% 该没人家啦 横川外环道上这家专街路客团餐的餐厅 中午11点多 接近用餐时间团客只坐了四五桌 路客团减少餐厅业者首当其冲 台南老牌虾卷店也受到波及 业绩掉了三四成 但同样都是著名小吃 反观嘉义这家鸡肉饭 业者却是老神在在 因为以当地客源为主 路客不来老实说对业者影响并不大 但看到另一家茶饮店同样不受影响 假日照样大排长容 尽管因为客源不同 部分业者不受到路客团锐检影响 但对多数观光业者来说影响甚大 找不到解决方式 业者把怒气转向政府 酝酿9月12号走上街头抗议 希望政府能听到业者的心声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路客不来 全台湾将近三万名的导游受到影响 不少人从原本月薪高达2500块美元 现在只要月薪700美元就算运气好 只好兼猜开小黄 做家庭代工包水饺 就是希望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 没有路客团导游有多惨 像我背后这四五十名导游 他们不是特别请假 而是真的无团可接 要欢欢 要路客 要路客 挥奇走上街头 连倒闭的创世纪旅行社也参加 不是日团韩团不想接 全台三万名导游 依赖路客 别无选择 华语导游占所有导游人数的77.9% 所以对于华语导游冲击最大 华语导游只能接中国大陆跟港澳旅客 路客断崖是缩减 导游薪水也从七八万砍到剩两万 连生计都出现困难 08年到16年之间 其实算百发其放 那个时候大概基本上都是下团 隔天上团 那现在的话 讲真的 我已经一个月多没有工作 45岁韩君豪拥有13年导游资历 如今却得靠兼差才能撑起一个家 只能暂时靠出租车 就进人车为业 那要不然没有办法 毕竟来讲家里面一家老小 也是要养家活口 要工作 华先生更惨几乎失业 还好家里有包水饺副业 能让他勉强活口 大概两个月没带团了吧 都在家里包水饺 能接单就接单这样子 因为只能求温饱 带队领导的导游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迷失方向 看来格外讽刺 还有在政府指引迷航 都森财经新闻 旅游局5月15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史上第一次观光业 万人走上街头向政府抗议 受到政治的影响 入客人数锐减 不止观光外汇的收入 预估2016年将会大减 超过11亿的美元 还有更多旅游业者担心 产业看不到明天 不知道该怎么生存 超过1万人 他们冒着雨聚集在总统府前 每个人都戴着白色帽子 绑上黄丝带 手上举着各种标语 他们想要有工作 他们还有家要雇 情绪激扬地向政府大喊 他们要活下去 时尚第一次观光业号召万人 白辆游览车上街头 对政府大声呼救 陆客不来 他们快要活不下去 当初政府说 旅游开放 饭店不够用 食照一直发 游览车不够用 食照一直发 我们为了要生存 我们为了要帮观光业 创造产值 我们当然要一直购买 全生存 全都来了 有住居 有用 游行队伍长达1.5公里 从业人员全都站出来 蔡总统 你到中南部 去看看那些果农 种出来的水果 卖不卖得掉 你到高雄的夜市去看 摊贩比游客都还多 游客真的是一团都不剩 掉得很惨 大概掉六七层的月季 真的是 这不假的 我们都已经快跑三年半了 这双主题曲唱出观光业困境 想到心酸处 评评试累 可以说是抛家弃子 然后去做这个工作 我们是全力以赴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收入 但是现在突然直接没有 所有的身家财产 全部都压在这台车上 可是这台车现在躺几头 560后陆克树大检 业姐认为第四季还会更惨 官方估计今年观光外汇收入 恐怕会减少360亿元 导游就是前手观音 除了用行动剧表达失业困境 游行也强调理性和平 提出五诉求 希望政府同意 中转他国的路客 72小时内免签 规定国旅卡消费地区 帮助中南不业者 并且退旅游方案 延缓贷款还款 一年内不还本金 还有协助培训东南亚语言导游 上万人淋雨走上街 喊出新声 希望政府就观光 东森财经新闻 邀利良利台北长报道 有观光业者 号召万人上海道 要政府急救 却有凤梨苏业者 不受影响 排队人潮依旧 因此就有学者认为 政府应该尽快提出 实际的行销方案 来搭配政府推国旅的政策 化为机 为转机 超常的排队人潮 往后绵延将近100公尺 都是冲着凤梨苏而来 知名饼店的业绩 完全不受陆客减少影响 排了快两个小时 可是很多东西都卖完了 想买的都没有 看到台湾人 韩国人 日本人 陆客很少 凤梨苏一人只能三个人 月饼凤梨苏秒杀 店内忙打包 手没停过 陆客不来 观光业寒惨 但不受影响的凤梨苏店 专打口碑的 还有这一间 切开的土凤梨苏 金黄透亮 南投围光森林 不靠陆客 照样人潮满满 就凭不惜成本的真材实料 老板曾经也想过揭露客团 但不习惯抽佣金制度 所以作罢 都是我们台湾客 还有日本 一些外国人来 这边设计程度有来 我们每个月 都没有七八十万的 那个给客人试车 然后原来都来 不一定会买啊 求生存 有工作 能温宝 串联观光业者 喊说要政府急救 但有学者说 既然叫自救会 就应该先提出 刺激消费的行销方案 来搭配政府推国旅财势 治本之道 透过税负的减免 或者是帮助他们 延缓这个还款期限 未必是正规的 观光业者所需要的 只是救了那些 本来经营的方式 就不太正规的 盲目投资的那些人 让他的一些病症 更加拖延 今天新开的饭店 预估有两百家 平均每四天 就有一家开幕 但520之后 陆客来台人数 大减三成 抓了一些统计 下滑了50%以上 买这些都是蛋塔店 结果已经倒掉了 蛋塔店不出来抗议一下吗 不污名化一下吗 对不对 那可是民众都知道 其实就是过度投资造成 这些理事长们 就是任凭大家自由开发 开得越多越好 就等到现在突然间没有了 你也没有提醒人家一下 跟下陆客热潮 业者买游览车 盖饭店 过度投资 或许是业者 必须承担的风险 东森情新闻 姚引良力 台北常报道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 在脸书po文说 入客是台湾最需要的朋友 此话一书 最后不少的绿营人士反对 但新任海基会 董事长田红帽 则相当赞同 并且认为 政府跟民间都需要调整 你对两岸关系 已经现在是最坏的状况 会更坏吗 它是已经最坏了 不要不能更坏了 头发染黑 精神抖擞 78岁高龄 不知心 接掌海基会董事长 田红帽要两岸 冷和平时期 往前推展 此时政委张景森脸书抛出 陆克是台湾最需要的朋友 如果板陆克 让他们对台湾反感 对台湾才最危险 过去的做法 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善的话 那我相信 两岸之间 尤其我们政府这边 也会做一些调整 这个责任 不是完全都是对方的 借力实力 释出台湾善意 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多次强调 没有九二共序 两岸谈都不用谈 又该如何突破 不要因为一些民族的问题 这个让很复杂的问题 里面显得更复杂 两岸还有转换余地 鸡蛋也不放在同个篮子里 政府新南向政策办公序 从总统府转移到行政院 瞄准东协加纽澳十八国 全面推进 在资源上 可能跟中共比起来 可能是没有它那么庞大 我们真诚待人的态度 我们的企业界 非常诚恳地在各地做生意 这都是我们的资本 拿软实力对上大陆硬拳头 在你争我都的国际场域 新政府想要多方推展 就看温良公俭让 能换来多少空间 东三新闻SW小组 薛玉珠陈家文在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观望业者走上街头 行政院长林全指示 想办法让受害业者渡过难关 还有总统蔡英文也迅速地因应 除了另行的会议之外 周日还加开会议 并且上从行政院立法院 下到绿营的直辖市长 偷偷兜累入总统府开会 一条边市的要为政策定调 记者问题直白道 蔡英文一度回头尴尬苦笑 商人四个月已经挨轰政府失灵 让他不得不握紧操控权 一条边拉紧府院党神经 除了先前的客厅会 目前府院上班日几乎天天都有会议开 现在又来新州 每周日或隔周日 蔡英文要亲自督军 除了行政院三长 立法院政府院长 民进党立院党团三长 执政的四位直辖市长 郑文灿 林嘉隆 赖清德 陈菊 通通进总统府开会 行政跟立法之间来做一个协调 那如果政策定了 立法院这里我们全力以赴 很多议题就算谈好了 还得党团经过确认才行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不会有 这种所谓党团被架空 总统杀着立法院最大党优势 但从一粒一收 国道收费等等议题 却处处撤肘 分工责任政治无解 最终还得蔡英文介入财经闲转环 求生存 求生存 要工作 要工作 针对明显受到处 更影响的业者或地区 那么院长要求说 能够更具体 有些措施来协助 支持业者渡过难关 万名旅游业者上凯道怒吼要工作 府院迅速给出回应 用一条边指挥方向 当会议数量层层叠叠往上加 出了总统府大门 最终还得实际解决 东森新闻 陈正明 陈佳文的台北采访报导 每周深入分析热满的新闻时事 东森每周台新闻广角进行单元 先全面放上东森新闻每周APP 欢迎观众手机下载 随时随地收看所有深入的报导